同学那个刚刚大概因为讲的时候 大概只有停留一下 然后很多同学没有注意到 我的这个现在 我现在画面上示范的这两个 这两个readcsv里面都是 都是刚刚在setup里面所设定的物件名称 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因为这个物件名称 这下面为什么它会分成value跟这个data 这个value就代表说 这个物件它是存的是 一个或是两个以上的这种数值资料 大家请注意到这个数值 不是说只有阿拉伯数字 或者说英文的什么各种各样的 资源符号才叫做数值 连这一个字串在R的环境里面 它都叫做数值 那只要是确定说 你的这个物件里面 有一个完整的物件 路径的资讯 是一个字串的话 你就只要这样子就 你就只要写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你正常话那你一定就可以 像刚刚问问题的 大家都看到那两位同学的分享画面 他们都成功的都有那个打 都有那个开 都有开 都有开启 汇入这样子 并且你们应该都可以开 都可以开启了嘛 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就顺势 从这边来 再来看刚刚有请同学 在休息前有请同学打开的这两个档案 我们先看这个Codebook就好了 各位因为我们 大概都在集合 这个Codebook主要是说明说 这两个资料档里面的 它有好几个栏位嘛 那每个栏位的意义是什么 对不对 好那你们有没有看到 那个 我现在呢 等一下我要看一下小超 现在这里有没有什么 好这个是一个主要的演练的 这是一个主要的演练的 项目 那现在如果你们可以汇入进来的话 那现在要请同学做一下 今天第一个NIT的动作 我现在请大家 你如果这个 这两行成功的话 你现在在请你再加两行的程式嘛 好就是这两 一个叫做Head 这个是今天这个练习 大家一定要做到的东西 好你们先给各位看清楚一下 好请如果你这两行 25 26这两行成功 可以去汇入这个资料的话 那么可以就可以再加 27 28这两行 因为这两行是在那个NIT后 我们才会会看出它的效 会看到它的效 看到它的效果 好那怎么 那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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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我们我先直接NIT一次 给大家看 嗯第一次稍微要等一下 OK好就是NIT成功会 会是像我像这样子 我直接打好这样子大家可以看清楚 大家看练习3的部分就好 那个setup是很正 它没有显示是很正是很正常 这是一个背景设备是一个背景设定 好那你们可以看到它它这边会有显示出有这个汇入的这个资讯 那这个是REIT的CSV这个函式它都会报告的一个讯息 那重点是刚刚加的这两行程式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预览 这个head这个指令 它是可以帮我们预览看看 我们汇入了这两个资料 它有多少的变相栏位 还有它有几笔资料 那你们可以看到 这边它这边都是写一个什么6乘50 跟6乘6 好这意思 这个6指的是说 现在所呈现出来的 它是呈现出前6笔的资料 好那这个上面其实也是一样 但是这个跟那个 我们刚刚直接打开这个表格 你们会发现有明显的不一样 因为它实际的 如果就看peinfo这个data物件就知道 它是现在在NIT这里 它所显示出来的是只有前6笔 然后这5个栏位的资料 但是实际上这个peinfo 我们直接拉到最后来看 它有295笔的资料 好那那个另外这个date 就更不用说它变相是50个 但是它实际的资料 我记得有那个900多个 对不对 992 好那除了说直接看这个资料之外 大家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in my romantle 它这边有没有报告 有没有注意到 它这边都有报告 如果是一个 一个像这样的一个data的物件 它都会告诉你 你现在汇入进来的资料 有多少笔的观察值 还有它有几个变相 好对不对 好那么现在呢 呃现在呢 呃我在比较不想要做 什么那个限量强达啦 现在请各位同学 这是要要要要引导各位同学 呃我们要来 我们现在要来 要为了之后练呃 知道那个演练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现在要请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codebook里面的一个 的一些重一些重点的地方 请同学呃现在这个 你们只要回应在 在那个在聊天区就 就是会议室的聊天区就好 就请告诉我 有哪两个变相 是这两个档案都有的 有哪两个变相 是这两个档案都有的 请就回 直接回在那个聊天区 OK两个哦 有两个哦 除了ID还有什么 还有好同学都答出来了 ID你们可以看到 有共同变相 它就是在codebook里面 它都会把它放在一起 ID跟那个intervention 跟intervention 好所以我们可以再从这里来看一下 其实从 嘿从这个neet出来的成果 neet出来的资讯也可以看 也可以看的也可以看得到 好点面会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它这个投6位的ID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资料的投6个ID 不一样 那那个intervention呢 这里有没有看到 它这边有一个在p-info这边有比较清楚 它这边我们至少可以看到 至少有1234四种数值 那那个上面这个date这里面 它也有这个变相 只是说它这个变相 因为它这个变相栏位 它是 有啦 有在这边 我以为它 我以为它是按照应用 它在这 它是放在这第四个 你们也可以看到是 有这个1234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的 这个演练上的关键 下一个演练的 就是接下来 我们下一个演练的一个关键 好 那再来 在这里 电子书的四之五 它这个演练呢 它 你们可以看 你们可以看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演练 就是演练四 它这边就介绍了 刚刚我是有介绍了head 但是它这边还有介绍 那个str 跟summary 这两个 函式 那么 大家可以就 直接就是按照这个电子书 我们这里就只要做这个str p-info 跟这个summary p-info ok 那同样 我们只要做一次neat就好了 我刚 我这个比较没有照着电子书去示范 因为电子书 它是把head放到练习室这边 但是我是觉得 把它跟这个前面汇入进来的资料 放在一起比会比较有 会比较有意义 一些 好 那你们可以看到 稍等 好 你们可以看到了str 跟summary 有这些 我们就是看到这个p-info 好 你们看到这个str 跟p-info 它都告诉了我们 这些变相的一些资讯 但是分别代表什么 如果是传统的统计课 老师一定会 那个在这边巴拉巴拉的讲个不停 但是现在有r的帮助 现在我要反过来问同学 这个是今天的第一个限量抢答 请告诉我 就是回在讨论区 我讨论区刚刚已经开好了 那个就是这一周的 嗯 OK 就这一周 请大家在这边做限量回答 告诉我 就告诉大家 你自己找到的 刚刚我们 我们有去示范的 或者说我们演练的这个head str summary 它都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资料里面的每一个变相的 什么样的 它都可以让我们看到 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 这个是刚刚有点断线 呃 我再重新说明 就是现在是一个限量 第一个限量回答的部分 就是 呃 请同学就是 从我们刚刚所演练的这个成果 加上我们之前不是都有学 都有学到可以查 help的部分 告诉我们就是 head str summary 他都可以显示一些 这个资料里面的每一个变相的某些资讯 但是是有什么样的差别 好 请你们 呃 这次就是 这次 因为这个是稍微比较大一点的 这个 这个 查 这个查资料功夫 所以 为了 控 为了控 控制一下节奏 我就限量三位 好 就是 前三位在这边 写说 这三个函式 功能的同学 那么 这次这个作业就有加分 OK 好 清楚吗 好 现在可以大家就是可以来查一下这三个资料的这三个函式的功能 好 就是他特别就是他告诉我们这个资料里面的每个变相的什么样的资讯 然后 然后在这边 讨论区这边写一下你的 那个 你 你 你自己 所 看到的一些说明 OK 还有一个head 还差一个head OK 有一个同学 有个詹杰宇同学 那个 因为每次都要看到 因为还少一个head 那个状态你要写清楚 str是什么 你 我也是知道是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 这个 这样也呢 我是说 像这个还可以再更 再更近 更精进 OK 嗯 这个 有点太简单 这个 str是没错 但是 同学我要讲 我要顺便来讲一下 变量 这个是大陆用语 在那个台 台湾我们都是用变相 或是变数 我自己的习惯是 如果是 讲资料的 范围的话 那我都是用变相 就是所谓 就是说像是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我在那个 我不管 我说 我是在像这样的 这个作业报告 或者是我现在在 R的 这个环境中 看到的这一栏一栏 我都叫做变相 但是如果说今天 呃 特别是可能是 最后啦 今天我们这个 最后的 三个单元 讲到 几率 会讲到一些数学概念 数学公式的话 那个时候我 我会习惯用变数 好 然后我是建议同学 尽量不要用那个 用那个变量 那个变量 他太混淆太多观念 OK 目前那个比较 比较有点接近的是 这位这个 一直忘记这个名字 不只是前六笔哦 这个没有那么简 这个我会特别问 绝对没有那么的简单 并且你们都注意一下 head它的 你们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head的 呃 因为这边有特别 把head的这两个资料 都一起给各位看 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的那个 除了变相的名称 呃变 对变相的名称之外 它还有这一个属性 这个这个就是这两个叫中瓜号啦 夹起来它有报告的一个 然后跟str 然后它这边是不是也是有一个 但是它是用num 然后而且它还不只告诉说什么 它还有告诉我 我们它总共有多少个 对不对 然后你们 然后然后你们 同然后这里同学都有删到说 呃什么叫做 这个有第一四分位数 我知道这一定都是你们从哪边copy过来的 但是你们除了第一四分数 应该还漏了一个吧 对不对 ok 用英文的话可能会对 那个很明显这应该是从 这应该是从 今天要注意啊 如果说你是从哪边copy过来的建议要 附上来源哦 嗯 OK好现在终于有一个这个同学的算是OK 有一个算是这个算是可算是那个有达到我我那个心目中至少应该要有的解释 ok 嗯嗯嗯嗯 那我就知道这个copy por that一定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资料 Дав photo 这个包括是正大哪个 哪个老哪个同学老老老师 但是这个 这个我刚刚特别有提示 summary 绝对没有那么简单的原因 就是它他都写了第四分位数 它为什么不直接把那个第三四 第三四分位数也一起写出来 注意好 这个就是资讯时代 特别是我各位都在学 怎么样去检视资讯的工具 我们应该要更有一些素养才对 这一个如果你这个head 你再加一个 你再做一些改良 这个就更OK了 这一个head 你再做一些改良 的说明 你再做一些改良 这个就更OK 就是韩式的展现 再做一些改良 各位同学 这边有讲到什么前N个 什么叫做前N个 什么叫做前N个 这边请注意看哦 我们这边刚刚所展示的 这个韩式里面 除了物件名称以外 那有哪个参数是告诉说head有几个N吗 有几 有几笔的资料吗 OK 你们可以看到我为什么会这个会给他一个资 因为他这边至少他没有提到那说什么有前N个 这前N个在这样的解释是败笔 OK好这个就OK了 这个就对了 为什么因为他有 因为head没注意记得我们之前有介绍过R的韩式的时候有提过嘛 每个韩式都有那个参数 这个N也是里面的参数 你要去说明说前N个 那你要告诉我它是一个参数 alright 好 好这个好我们看到第三个 这个预设N这个也OK 好不过这里STR这个属性 我就可以稍微来解释一下 好那这也是这是练习三因为是很重要的 练习三跟四都是都算是蛮 蛮就是蛮开始我们所介绍的这三个韩式 在各种你开始做一个资料分析工作的时候 都会用到的那个韩式 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去确认说我们现在所做的资料 可不可以按按照我们的计划来进行 好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这里我要开始我要提示一个这一次的一个活用题 好记得这活用题是只要到下次上课前你你随时你查到有什么可以有帮助的讯息你都可以 在讨论区提出好那这次的活用题呢 要请各位来一起看一下这一个原来的paper 好这个paper里面 他有提到说他们的这一 目前所公开的这两个CSV档的资料呢 他们是怎么样去筛选出来的 好那这个筛选的过程他是把它给整 他是要给用在论文中就是中间有一个两个图 然后这个Figure 1到Figure 2 甚至还有这个Figure 3 好那其中这个我们看一下 因为在那个Figure 1这里 他这里已经有提示一个 有没有注意到他这边有一个 所谓过滤到 他这个流程图算是层层过滤 对不对看到到这个中间 就是说问受试者是不是 是不是已经满18岁 YES的话有295位 好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就是相当符合我们刚刚在 汇入资料后所看到这个Pinfo 295位 是一致的 对不对 好那么活用的部分 我是要问各位同学 在我们再看到接下来的这个流程 到了这里这一步 他是有去问说 这个受试 这个参与者 他有没有 他是不是属于一个叫做什么 Signature Strengths的 这个介入的分组 然后他把这个 属于这个分组有73位 No的 不是这个分组的 有222位 好那因为这个部分 会是之后 大概是几乎是 快要是到那个 就是孝庆过后的那一周 我才会有比较详细的探讨 所以在这里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活用题 给各位去看看 你看看就是说 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知道怎么汇入了变相 对不对 好请你告诉我是哪一个变相 这是我们会进来的 包括Pinfo 在Data里面都有的变相 哪一个变相可以帮助我们去辨识 它是不是属于这个介入 这个参与者资料 它是不是来自于是这个介入措施的分组 然后有没有什么我们刚刚所演练的这些函式 有什么是可以帮我们看到 因为它这边有显示的就是说 是的是是73个嘛 不是的是222个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Head STR跟Summary 有哪一个函式可以帮我们去显示说 这个介入措施的这个人次 或者说这个函式它需要说 说再加一点参数才可以显示出来 OK 这是活用题 所以是给 是是大家你可以 大家可以就是做完作业再来 再来再来再来去想都OK的 好 好那就注意这个练习3跟练习4 大家请注意你们的作业 这个在练习3练习4的部分 要至少有现在我展示的这个样子 好这样子才算是合格 好 好那那个这里目前有没有碰到什么 技术上的障碍 有没有同学到现在还有没有遇到什么 技术上的障碍 好 等一下那个 好 有张同学有什么问题吗 你现在可不可以正常做出像我这样的练习3练习4的内容 好的 因为现在也超得到11点 我们再休息一下 因为好像现场的同学也需要 有些问题需要排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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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